青台起得步步逼近 那么墾丁天气现在已经阴晴不定 浪也渐渐高了 海边也出现了冲浪客 但太危险 所以海巡人员只好上前驱离 我们再给记者汪月芳 好的 主播墾丁南湾这边呢 从早上开始天气变化就相当的大 有时候是下雨 有时候呢是出大太阳 不过有十多名的冲浪客呢 是认为说今天天气还不错 那认为呢风浪也还不错 加上的岸边没有拉起封锁线 因此在清晨五点多的时候 就到这里冒险来冲浪 而骚找之前呢 海巡队员也赶紧来吹哨 将他们劝离来听一下海巡队的说法 风警报发布 那我们那个在屏东的县市政府这边 如果成立那个防灾中心的话 开设一级 那他们那个发布进县制公告的话 我们会马那个拉起那个封锁线 所以以往年 为何没有拉起封锁线 海巡队员呢解释 都是必须要等到 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后呢 才会封锁海岸 限制细水冲浪 因此呢 他们都现在呢 都只能柔性的劝导 并不能强制劝离 而清晨五点多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发现 有外国的冲浪客来冲浪 当时也有加以的劝离 但是对方却不听 不愿意离开 而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他们发现呢 有这个冲浪客在冲浪 也再度的来到这里吹哨 希望他们能够劝离他们 那么的 这是来自目前相对情形镜头 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 其他台风逼近 你看到肯定海边 出现了很多冲浪客 在冲浪 我们提醒大家 不要靠近海边 以免发生危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